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聽你聽你一直都在下雨 然後今天難得出了一個大太陽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騎我們的腳踏車去貓空啦 那貓空呢 我們之前有一支影片拍過 但那一支不是騎公路車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這一次就騎公路車來試試看 我們這陣子練車下來有沒有進步 那我們這支影片 除了會分享更仔細的貓空路線之外 那還會分享幾間我們在木柵這邊 都會去的小廚店喔 那貓空的練車路線呢 就是我們會走老泉街這邊上去 那上去之後會有三條路 那我們會再看從哪一條路下來 那老泉街呢 就是在木柵橫光橋這邊 再繼續直走就是老泉街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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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計時了 好 那就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騎上去 會花多久時間 好 現在有一個下坡 輕鬆騎一下 那我輕鬆騎一下 等一下就會有一個超級走的上坡 那貓空這邊呢 是很多騎單車的人 都會來這邊練習的路線 然後這邊離我們住的地方也比較近 所以我們也很常來這邊練習 剛我們騎過來的路上已經看到幾個騎單車的人 從我們的旁邊騎過去了 每次騎到這裡就覺得很累了 才剛騎了一下下 前面就有一個隧道 隧道過去就是非常陡的坡 隧道來了 我看這步過去就有一個人也在騎車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爬這個坡的時候 沒多久就要休息一下 爬到剛剛那個過的隧道就要馬上休息 但是現在就沒有像之前那樣子 也是蠻累的 前面有人像我們上次來一樣騎校圈 那要上貓空其實有三條路線 那我們選擇是從老泉街這邊上來 但不是因為這裡比較簡單的關係 是因為這裡車子相對的比較少 比較不會有腳踏車跟汽車一起的狀況 但還是很累啊 每次來都一直覺得很累啊 有吧 你每次都覺得進步一點吧 很累 然後結果你騎超快 有蝸牛 要小心一點 在地板 很多呢 在跑到前面 你流好多汗喔 對啊 那我們往上騎一點點就會有 老泉街26巷跟45巷的插路 那記得呢 新來的車友如果不熟悉的話 就記得往左邊 往上騎 往那個很硬的陡坡騎 繼續吧 美迪又到前面了 他每日總是說很累 然後就騎得很快 記得第一次到真北宮這邊的時候 我們還有在這邊停留 現在呢 繼續加油 鄉下過雨所以都很 一路上騎起來都會有一些香香的花香味道 真的嗎 我都沒有時間去聞花香 很香耶 我們最近在看了一部卡通叫什麼 每次看到都會很熱血 超熱血的 看完就很想要來騎腳踏車 但是自己騎上去就覺得好弱喔 對自己騎的時候就覺得 怎麼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踩 他們還用重的 重的桿 我也在騎 一分鐘七八十轉 對 誇張 到了吧 那杏花林路口就表示我們已經到了 然後就看到這個桃阿貴的店 接下來就是屏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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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現在騎到明德宮這邊了 那騎貓公的車友 大部分都會來這邊休息 那我們這一次騎的時間是29分鐘喔 哦 慢一小時 我上一次第一個人來這邊騎的都是騎45分鐘 那在這個明德宮很多人會來這邊 就是來這邊看這邊台北市的景色 然後把自己的腳踏車跟這台北市的景色一起做合影 超漂亮的 還可以看到101 對 因為我有去騎過風貴嘴 我就跟Merry講說 我覺得風貴嘴比這邊還要輕鬆 所以真的還蠻累的 那我們有騎過這兩條路線的車友們 可以在下面分享哪一條路線比較好騎 或者是你們騎起來的心得是怎麼樣 那我們先去休息一下吧 好 走 在這個明德宮這邊休息 就可以坐在這邊賞車 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車子停在那邊 然後衣排 然後他們會討論他們的裝備或什麼的 跟他們討論的結果就是會買更多東西 對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穿卡鞋 然後走路就卡卡卡的這樣 好像滑雪 好了 那我們剛才從明德宮那邊就是一個下坡下來 那接下來會有兩個左右的岔路 那往右邊走 就是繼續往貓空欄車的那個方向 我聽蠻仔說要騎武嶺的話 要至少練習當天來回貓空十趟 天啊 你覺得你有辦法再一趟嗎 不太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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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騎的路上也很多人是在這邊爬山 在這邊漸行 這貓還假貓 假的啊 貓空這裡 好像貓的土漢 我們來看看 這裡就有很多很可愛的咖啡店 可以一邊看著山景一邊休息一邊喝咖啡 但現在都沒有開 現在還沒有開 下午的時候會開 等疫情結束後再來 好啦我們到貓空懶車的庭的地方了 那邊就是貓空懶車 從動物園坐貓空懶車就是坐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貓咪的這個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咖啡廳可以來這邊喝咖啡 那這邊總共有三條路線 我們就是從那條過來的 那我們下山通常都會從那邊下去 因為那邊就是一路下坡了 那如果說有想要繼續騎的話 可以走這一條 在貓欄的右手邊 可以繼續往前騎 那邊的風景也很不錯 而且還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廳 然後從這個兩隻貓蜜的旁邊 這裡走上去 就會找到銀河洞 大概走三十分鐘 銀河洞的影片可以點上面的連結唷 可以騎腳踏車上來 再煎行三十分鐘 太累了吧 再偷偷這樣一小時 下來了之後腳踏車就不見了 廁所在這邊 好啦那我們下去吃早餐吧 好餓喔 Go 下坡了 下坡了 我最喜歡下坡了 我最不喜歡下坡了 哇沒有開耶 真的 這間古早味蛋餅超好吃的喔 我還沒吃過 我正大朋友推薦的 上次吃的是這間口福豆漿 他們的蛋餅油條也蠻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去吃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想吃什麼咧 看來有什麼有開 再去吃上次那間泰式前丁堡 那一定要也蠻好吃的 像我們早餐要來外帶這間菜早餐 現在雖然政府已經說可以內用了 可是還是很多店都提供外帶而已 那你要吃哪一個這次 菜式就想吃 謝謝 來啦 來啦 那我們帶上車吃吧 那我們現在去到正道館要來吃早餐 很多很多店都還是沒有提供內用的 所以我們就買回家吃吧 那其實正大這邊也有非常多好吃的東西喔 以後有機會再來拍一隻正道這麼好吃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這條貓空的路線也很推薦 給不是住在文山區木大區的車友呢 來這邊去吃看喔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